瘦出那样的氛围 尤其大家不要忘了乌克兰的战场上面 现在还在打 我们看到最新消息是什么 乌军经过六个多月的苦战 苦手寒摇 可是最后还是没有办法抵挡俄军的攻势 所以呢 2号两天前 正式已经从乌东的东部堡垒 叫做胡利达尔 这个地方撤退 我们请导播让我们看看 有士兵在大楼的屋顶 挥舞俄罗斯的旗帜说 这个地方我占领了 也有人爬上高塔悬挂俄罗斯的国旗 这是俄罗斯的大兵说 这个地方我们占领了 这是从空中俯瞰的画面 那观众朋友 这个地方到底有什么样重要的位置呢 胡利达尔 大家看一下这个地图 它在这个地方 距离所谓的红军城 30公里 那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这个所谓的战略的位置 如果这个俄军已经把这个地方 拿下 它在往北走 就会把这个更重要的战略的一个城市 红军城给拿下来 那国际也都在关注 不过 除了在俄罗斯的战场上之外 我们看到俄罗斯跟中国 在海上 包括非洲 也有一些合线联合起来对抗美国吗 我们先来看看俄罗斯跟中国的军舰 最近出现在南非的一个小镇 叫西蒙镇 这是一个海军基地 那这个对于南非来说 他说我欢迎各国的军舰来呀 因为这个地方叫做我们南非的海军节呀 所以专家就说 这是南非对所有的国家采取不站队 不选边像这样子的一个对外的政策 而另外我们看到呢 VOA美国之音 他专访了美军的非洲司令 他说美军现在失去了尼日 在非洲的这个基地 可是中国跟俄罗斯 却更积极的进入非洲 包括我们看到呢 像这样的一个争夺战 就在非洲 包括在印度洋 不断的有一些 你争我夺 你进我退 这样子一个态势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地方 这个比较小的图 摩里西斯 它的北边有一个群岛叫查哥斯 过去是英国 这个在管的 所以英国政府呢 在礼拜四的时候宣布说 我要把这个群岛回给 交回给摩里西斯了 这个查哥斯 也是英国在非洲最后的海外属地 那交回去之后 那当然在英国国内有一些舆论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过去在伊拉克跟阿富汗战争中 已经明白的展现了 英美会有一个联合的军事基地 美国的长城轰炸机 可以从当地起飞前往中东 那英国国内就传出一些批评的声量 说这是向中国大陆的势力数百旗 增加他们中国在印度洋的据点 而另外印度 印度其实也不是无下阿蒙 他也想要扩张 所以他在索马利兰 这里也有他的基地 他在这里建有海军基地 由此来反击巴基斯坦 另外呢 也对这个吉布 这个在吉布设有基地的中国解放军 某种程度也是一种牵制 吉布地在这里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大陆呢 他除了有一些海军上面呢 军事上的布置 他也斥资10亿元 要在坦上尼亚 这个地方 让这个铁路恢复全速 那我们可以看到坦上尼亚在这里 那他外面有一个叫做三栏港 他如果把这个铁路给这个建好了之后呢 对于上比亚的同的出口的主要港口 都可以从这个港口出来 那中国大陆的企业也会持续在上比亚 同矿带进行大量的投资 对这个很多的强权来说 非洲有很丰富的矿产跟资源 来请教老师 乌东地区的弗里达尔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战略城镇 一万五千多人 他很重要 打下来之后往西再推动30公里 那速度就会很快 因为几乎是无限可守了 往北的话就可以往这个红军城 这个部分里面来攻击 甚至还可以往这个红军城的南方 跟他的西部开始进行报超 那红军城的这个防卫公司做得很完整 做得也很扎实 所以俄军打得很慢 但是问题就在于 如果红军城被俄军打下来的话 整个乌克兰的东部 尤其是靠近敦内斯克这个地方里面 他几乎就已经全线就崩解了 这个时候敦内斯克把他的整个传统的疆界 整个收复 他的激励就大很多 目前卢干斯克已经收复了98%左右 但是敦内斯克大概对俄军来说只收复了66% 他还有一些空间要把他打下来 可是如果红军城一打下来 那可能普丁的企图心就会更大了 因为他这个战略城市打下来以后 往地略伯河的方向来发展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对普丁来讲 是一个大好的机会 接着就开始往北推 因为我们也留意到 不管是对于哈尔科夫 这个乌克兰的第二大城 俄军也开始在进行小包围的 这样的一个方向 所以看起来普丁是要把整个 地略伯河以东的整块面积都打下来 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了 或者是用这样的一种优势的战略 然后来进行外交的谈判来停战 但是停战之后怎么来划定缓冲区 我觉得这个会让俄国 居于更有利的地位 现在拜登他在这部分里面 确实很着急 所以他希望在这个月 跟大陆的习近平有个电话会谈 那他想把重点放在谈 这个乌克兰的战争 中国跟俄国之间的关系 可是对于大陆来说的话 他知道美国的目的是 要挑拨中俄的关系 那所以你谈你的 大陆会谈大陆的 那我估计大陆还是会谈台湾的问题 台独的问题跟南海的问题 那也就是说你美国拜登谈你自己 我谈我的 那彼此之间短时间这一次的会谈 电话应该也不会有交集 那就看11月份见了面以后 能不能再度的谈下去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中美之间 目前来说的话 美国由于从川普一直到拜登 选择跟中国大陆采用对抗的方法 打压的方法 而不是说我们一起牵手 来解决国际间的问题 美国由于不是采用这个战略 过去小布希的时候 在反恐方面 他原本是跟中国大陆对立的 而且对立的很严重 那小布希一看这个反恐 两个双子金大厦被炸 他认为国际反恐是一个大战略 他马上调整跟大陆的关系 从原本要对抗 你看军机都插撞 大陆还一位飞行员掉到海里面 那小布希可以立刻 180度的转变态度 然后跟中国大陆攜手 这样的一个情形 国际间的反恐就建立起来了 这叫做国际反恐统一战线 就搭起来 而确实也把国际的恐怖主义 就压缩了他的空间 可是从川普到拜登 他对大陆不是采用这个方法 他采用打压 打压 那就变成你越打压反弹越大 两个大国对抗的越强烈 而现在的中国 你看过去中国弱 还不够强的时候 小布希都懂得说 我跟你合作 现在中国已经强大到这个程度 而拜登却想把你压下来 把你踩下去 这个简直是脑袋有问题 所以到目前为止你看 俄乌的问题 欧洲问题不能解决 中东的问题不能解决 然后经济的问题不能解决 货币的问题不能解决 这个就是什么 也就是说你美国采用打压的方法 你反而不能解决 你美国所有的物价 疫情 所有的问题都不能解决 这个就是何必呢 何必用打压的方法呢 为什么不能合作呢 是 目前看起来世界分成两大块 什么时候会回复 不知道 我们进一下广告 好 我们来请教舰长 怎么看非洲的争霸战 其实我们仔细的看 其实在印度洋上面 印度洋上面 其实我们现在讨论的 也就是查格斯群岛 那查格斯群岛的重中之重 也就是迪亚哥加西亚岛 那迪亚哥加西亚岛就是现在这个位置 我们看到这个星星的大小跟这个点 就是美国的海外基地 看到没有 像天上的繁星一样多 密密麻麻 对啊 密密麻麻 结果他中国也不过 去中庭一个港口 他就在那边叫 为什么 因为他的军 美国的军力 已经输给大陆很多了 他怕大陆现在也开始这样 但是中国人不做这件事了 那我们来看这个迪亚哥加西亚岛 那在这个地方 当初还记得吗 前一段时间 孟加拉的前总理 他说是有一个白人 要他交出圣马丁岛的一个主权 他交出这个主权之后 他还可以继续执政 那我们来看 那个时候我们看不出 这其中的关系 现在终于懂了 因为英国要把这个 除了迪亚哥加西亚岛 这个基地使用权之外 全部还给摩里西斯 那这件事情 刚刚主持人有特别讲到说 英国人有很多人 其实是反对的 你可以反对啊 可是英镑在说话 你英国就是没钱了嘛 你的你自己的负债 跟你的GDP一样多 YES就是你的GDP去全部还完 你就什么都没有 一无所有啊 你还真的以为你是日不落国吗 你不是了 那我们刚刚看到 这一个 这跟刚刚的图其实差不多 但是有标注几个点 那也就是说 我们刚刚讲到的几个部分 第一个在这个缅甸的角飘 那另外还有在那个汉班托塔港 以及在巴铁兄弟的这个瓜达尔港 这几个地方叫做什么 叫做珍珠烈 这几个地方都是中国大陆协助这些国家所开的港 大家都说这跟军事有关 可是他们最重要的是要让当地的人民富起来 至于说印度他在这里一个拉姆比里 他是要建一个海军基地的 那这个海军基地是仿造 在三亚的亚伦湾基地 他还有一个浅建的一个地下的码头 那所以为什么我们刚刚讲到说 这一个迪亚哥加西亚岛 重要的原因就在此 好 我们进一下广告 好 最后时间交给董哥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大陆这几年在非洲 他大力的拓展 上个月在北京 中国非洲的合作会议 那时候习近平他亲自到场 我记得是9月4号到6号 他引落说我们会在赞助 整个非洲的开发 3600亿的人民币 那国际当然有非常多的开发 你知道这些年来他们的 在当地的铁路 已经盖了1万公里 公路10万公里 然后很多码头 很多桥梁 很多电力的站 所以这个整个下来的话 它其实就是大家所称的 一带一路的一个延伸 那这里非常经营 非洲这场会议有53个国家 你知道非洲有54个国家 53个国家来参加 只有一个地方没去 就是我们台湾的邦交国 十瓦地尼 那这个国家其实也没有 什么太大的经济影响力 所以你可以看到 整个非洲中国大陆 这几年的经营 已经非常有成果了 而且继续在发展 张哲世宝需要陪伴与照顾 一人一点力 爱就大无限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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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